中国北京时间11月22日 有多名一二家长反映 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管庄的 红黄蓝一二园新天地分园的老师 涉嫌对学生扎针喂食药片 此外,袁方还涉嫌给孩子喂食褐色药浆 存在脱光衣服罚站,关小黑屋的情况 多名一二家长向警方报案 并让孩子接受了法医验伤 我们昨天报案的所有的笔录 什么都在那里做的 包括孩子的化验都在那里 就是包括孩子提交的针牙证据都在那里 还可以,不太好 他就会问我,我没有生病 我为什么给我打针 对此,当地教育部门回应称 已成立工作组进驻幼儿园调查 有结果会及时对外通报 警方也已经调取了大量园区监控视频 介入事件调查 中国北京时间11月24日 红黄蓝官方微博发声明表示 以配合警方提供相关监控资料及设备 涉事老师暂停职 对于个别人士涉嫌诬告陷害的行为 红黄蓝北京新天地分元园长 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北京市长安区管庄的 红黄蓝要员的背后 是北京红黄蓝儿童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该公司刚刚于今年9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派上市 成为中国第一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企业 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做了19年 但是正因为我们当年在创业的时候 我们就是定立了自主研发课程 而且要有自己建立自己的体系标准 就这些都是希望体系更加的规范健康 那么我们从08年开始又请四大得勤审计 好多年 所以呢这些健康的积累 以及我们每个品牌都有它发展中的一些理念和基因 所以我们希望红黄蓝是健康的规范的 公司旗下教育机构遍布中国300多座大中城市 截止今年6月底 红黄蓝共有80所直营幼儿园 175所加盟园 853所亲资源 其中直营幼儿园的注册学员超过2万人 至今已累积为数百万家庭提供学前教育服务及指导 除了网络讨伐 民众的愤怒也体现在公司股价上 尽管23日逢感恩节修饰 股价暂时躲过一劫 但到了周五 红黄蓝股价在盘前一度暴跌近50% 并在开盘后重挫42% 首次跌破发行价18.5元 红黄蓝同步在礼拜五宣布 将在未来12个月以自有现金回购总值500万元的股票 而截止周五收盘 红黄蓝收报于16.45元 跌幅38.41% 该公司在今天市值蒸发近3亿元 折合近20亿人民币 而自该公司上市到本周三收盘 其股价一度累积上涨3.1% 同期斯坦布白指数上涨3.6% 一位纽交所交易员今天向美国中文网透露表示 感恩节一周的美股通常很平静 交易量清淡 单个公司股价如此暴跌 很不常见